刚刚把老二送完 送到这个幼儿园 现在已经9点20了 估计就要至少迟到10分钟 赶快 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我是哈尔里 欢迎来到哈尔里 跟大家分享拍戏电影冲浪 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上节课我的同学 遇到的一个情况 就我们大家都在做 emotional preparation 就是你在门外先去准备酝酿 然后进来之后 就把这个情绪带出来 自然的 并不要去设定任何的结果 比如说我要哭 我要狂喜 我要跳起来 这些都不需要去设定 为最终的结果 但你的目标是那个 如果你是作为我一定要哭出来 那这样会很勉强 就会看得出来那种表演 或者是那种挤压的痕迹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做到你个人的那种情绪的表达 那我们有个同学呢 之前不是有一次就说 他跟我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就是人就是突破不了自己嘛 就是在自己的一个范围内 我就是一个好人 我就是不发脾气 我就是不骂人 所以我要表达那种愤怒啊 激动啊 就很难做出来 都是软绵绵的 就是很假 然后老师就让他去回家 去甩这个枕头 在安全的情况下去发泄自己 就你去想象一些 你很气愤的 有谁对你特别不公平啊 你特别气愤去想这件事情 然后把所有的愤怒 都发泄到这个枕头上面 你可以把它打烂或怎么样 反正做好准备 这个枕头就不要了 但他好像没有怎么做到 就是在家里自己很难做到 然后这节课 上节课呢 就给了他一个机会 就说 哇我们那边现场有个道具 有个沙发 有个烂的那个枕头 他就说 那我授权你 把这个枕头 你可以弄烂它都可以 然后后来 就老师也给他一些铺垫 就是跟他讲 你就是最讨厌的人啊 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啊 他对你做过什么事情啊 然后感觉是把它带到了那个状态 就是很气氛 但是他真正砸东西的时候 还是砸不出来 就是那种闷闷闷的 就是 老师叫他 你可以喊出来 喊出来 用声音来通过声音来传递你这种气氛 然后动作 用力的甩 最终还是感觉只到了7分 没有到 没有到 打那个9分10分这样 这个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他的这种很难去发出来的 发泄出来的这种表现出来的 作为一个演员来去表现出来的 但你在生活当中肯定有你的方式 就肯定有人会刺激到你去 让所有的人都会吓得要死 他怎么会发这种脾气 他怎么会这么气氛 肯定会有 那那个就是真实的你 但是你作为一个想象 你要想象到那种状态的话 那如何做到呢 这个就是演员必须要过的一关 那我也是很难 我这个人也特别不容易突破 去做一些 就是说比较极端的 exaggerate的那种状态 我也很难做到 但我感觉我现在比这个同学要好一点 就是我大概能做出来 就是能够去因为这个很重要 就是这个imagination嘛 就是你要去想象 把所有的恨愤怒委屈 这种压力都想象出来 最后通过你的行为表情 所有东西 你的这个instrument 你就是你是一个乐器嘛 但是这个乐器 每个人这个身体的乐器是不一样的 你是这样 他是那样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开关 老实说trigger 就是板机 你要找到你那个板机 一抠就响的那种板机 要很快 所以这就是上节课练习的一个方面 要突破自己 我在慢慢的进行和达到那种状态 但也还是 但我觉得如果下一场戏 如果我接了那一场戏 有那种比较极端的 我觉得我能够达到八分九分 不敢说十分 我演那个教练的话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八分 那之后的话 我觉得能达到九分 我再希望往十分这样去突破 今天会迟到 然后等待会上完课 我再跟大家分享今天上课的内容 已经上完课很久了 已经上完课四个多小时了 快五个小时 我跑去哪了呢 我怎么还在这 我跑去坐Lift的司机 Lift就是相当于Uber的另外一个公司 刚才跑了四个多小时 三个多小时 快四个小时 对 赚了66块钱 然后还有个三块钱的现金的小费 也就不到70块 快四个小时 才十多块一个小时 如果是开这个Lift 作为这个收入来源的话 那你就得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赚到就是还不错 可以的就得花时间 你作为那种短时间part time 随便跑一下根本就不划算 我也是为了好玩就是跑来跑 然后之前我也有跑两次吧 关于坐司机的经历 下次有空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东西 今天继续在讲那个上课的事情 今天上课的话就是还有两个还有两个同学上回没有做那个emotional preparation 然后他们各自都做了一下 然后发现就是还是放不开吧 然后老师就让他就是去释放一下他的那个这个anger就是愤怒啊 这个东西就上回老师说过让大家在家里去做就是和上一节课我另外一个同学也做过就是打那个用用那个抱枕啊去打那个沙发 嗯啊然后他打了也好像嗯还可以但是都不到位就是后来我后来我说我也想要去做一下 然后接着我也做了一下我就死尽的打打打打打打就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就是打到了就是啊没有力气了那种 但是说那种感觉有没有到那种最后把我的这个情绪情感就让我那个愤怒发泄出来之后让我释放出来呢 真的还没有就这就说明我这个平时把这个情感藏得太深了就是不容易外露 有一些朋友啊他的情感是外露的就是他一高兴他就会大笑啊他一不高兴他就会流泪或者是很伤感 那我就是跟这几位同学都是一样就是就表面装的太那个就是说有一层保护 你总是表现得很好很去忍让啊什么什么都压在心里面就不敢去表达出来 最后所以你就成了一种把它封闭起来了 所以我跟老师讲就是我应该是说我这个太深了太深了就挖不到 然后他说是的你这个管子呢可能是中间生锈啦这个就是通打通暂时就是打通不了 但他说你一定能打通你要不断的去练在这种用这种比较安全保险的方式去练 去释放不断的去释放要不然你这种东西积压的太久太多的话 他会进入到你的肌肉和你的这个血液包括大脑里面去最后你就变成了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从里面拿走了 这个就是其实在表演以外的话我觉得也有用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各种啊教育也好啊社会的教育也好家庭的教育 这种规范啊法律啊什么都让你要做一个文明的人要乖 忍让要谦让啊要怎么样 所以像我们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你很容易接受了你就觉得这是对的 很容易就照这么去做了 但并不是说照这样去做是错的 只不过你照这么去做的话 你会让你平时就把这个发泄这个钮会关起来 那也就是说作为演员来讲 你要你愤怒的时候你愤怒不起来 作为普通人的时候 你有时候需要真的需要你去爆发 你要去给别人喊出来 我我不能再忍了 你也未必喊得出来 只有要不然要到那种特别极端的时候你才爆发的话 那可能是很严重的 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别人可能都会是很严重 所以他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式 所以健康的方式就是你要不然就平时遇到任何事情 你都是比较直的直性子直肠的啊 能直接的发表现出来 那你就这种积压的东西就少了 否则你就要不断的通过某种你适合你的方式去发泄出来 定期的去发泄 可能是对不去针对那些具体的事情 你去针对一些安全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你在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山上去大喊啊 或者说是你在你的家里安全的情况下去 呃用枕头去砸啊之类的 这都是一种方法 特别是对于演员来说我们要打通所有的经脉脉络 你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在需要你去表现那种呃方面的时候 这种情感啊这种愤怒啊这种呃你才有可能 对吧 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 我 我我还会继续努力去去完成这个不断的去做这些练习 那还有老师还有个邀请就是他上个礼拜去跟他老公去那个一个健身啊一个一个拳击呃训练班 他说那个方式也挺好的 他说下个这个礼拜六他们还要去如果谁也想去通过这种打拳的方式来去发泄一下的话 也可以参加跟他跟他们一起去那我我说我也要去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那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去释放去啊解压也好啊 或者说是你去突破你的各种啊极限也好 嗯这个是主要这堂课我学到的东西 然后包括就是啊我们开始做了那个另外一个课程就是那个有一个人的话是在做independent activities 你在做你的事情另外一个人带着呃情感的准备emotional preparation进来 然后两个人开始repeat 这样两个人完全不知道对方呃我也不知道对方就是做情感预设的那个人呢 他也不知道里面的人他在做什么呃事情这个事情也是跟之前的一样要有一个紧迫性时间性 然后和难度你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人进来开始大家看到之后就啊会有这种reputation 这样相互的去产生一些奇妙的东西吧 今天的话是因为跑到了另外一些方向 所以现在今天的角度也不一样啊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赛车这个时候我赶回去还有点紧了时间上 我们老师也分享了一下他的成长的环境啊以及对他这个性格的影响啊他说他小时候呢就是兄弟他是在中间嘛兄弟很多好几个 然后呢那他是一个就比较听话然后不太容易发发怒啊或者发泄情感的这种人 然后那个他的哥哥好像就经常会抱怨啊会啊比如说踢球踢输了啊然后回到家就会乱丢东西 然后丢东西之后就是他去捡东西把东西给捡回来所以他是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兄弟当中是中间兄弟姐妹当中是中间就最不容易引起父母的关注的 然后他又最需要获得父母的关注所以他就经常会通过很乖的这种方式去去引起父母的关注 然后所以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成长的环境都会导致他以后的这种性格和处理对于这种愤怒情绪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都会不一样 所以在我们成年之后到了现在的话慢慢你更大或者老了你得慢慢去疏导出来我觉得你就疏理一下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导致你现在的某一些判断的形式和你去处理问题的一个方法 然后从中你去思考一下对不应该就是说太过固化或者说是太过僵硬或者是太过固执 老师说保持多去学一些东西让你的大脑活跃起来这样的话也是对各方面都会有好处的学学语言啊新的语言啊这些方面 我觉得说的都挺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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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不是这些东西 你不得不得吗 对我说的都会那么有道理的 我说是否这么有道理的 ời常游不得了